今天是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个具体的商品 充电宝 说到充电宝呢 网上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说总想账件闯天涯 手机没电回了家 回家干啥 别怕 共享充电宝伴你闯天涯 话别说太早 咱这工薪阶层可是共享不起了 这不最近 共享充电宝价格翻着跟头的涨价 借了一个小时花了五块钱 原来才五毛钱一个小时 涨了十倍 真的是长得太厉害了 五块钱一个小时 这还算便宜的 在不同的场景之下呢 共享充电宝定价模式也已经开启 越是业务热点区域呢 越是业务的高峰期 共享充电宝的费用就会越高 有的地段呢 是一度达到了每小时十块钱 那么在一些特别的消费场合呢 甚至高达了每小时15到20块钱 所以说你看这还闯什么天涯 赶紧回家充电吧 我跟你说呢 人家是把消费者的心理都摸透了 在不同的地方呢 人们对于一项商品的心理预期价位是不同的 在高消费的场所呢 例如说这个机场高端购物中心和酒吧等 客户呢借一个充电宝花20块钱 还是花40块钱 对于来说都不会太明感 是因为大家都有续航的焦虑 一旦习惯了租借充电宝呢 这门生意就成了刚需 然后就开始一波又一波的涨价了 客观来说呢 共享充电宝企业的压力也很大 运营成本的一直比较高 入住商家需要消耗电费啊 同时要给场所提供者分成 这是一个矛盾 不过在专家看来呢 共享充电宝价格上涨是一种市场行为 区域间价格差异呢 也是正常现象 但是需要物价部门来管控 避免过高的价格差异 专家建议 有关部门可以根据情况来进行一定程度的反垄断调查 加大监管力度 避免企业因垄断地位损害消费者的权益 同时呢 也应当鼓励科技创新 给小企业适当的创新支持 提高市场竞争水平 事实上 目前多数的共享产品呢 都经历过从福利时代到韭菜时代的变化 曾经呢 几块钱就能打滴滴快车满城跑 对 如今呢 高峰期有的网约车比出租车价格还高 嗯 共享单车呢 曾经包裂几块钱 还时常免费 如今齐情一次啊 是一块我到两块钱啊 是 好了 说点下 我们继续来说315的话题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网购 这两年呢 直播带货真的是非常的火热 很多人呢 都参与到直播购物当中来 没错 所以说呢 直播购物也就鱼龙混杂了 有风险 有时候前段时间 一名到江苏通州川江镇探亲的女子 看直播呢 就买手镯上当了 花14万买了对不值钱的小配饰 今年春节前 余女士到江苏通州区 川江镇探亲 闲暇时喜欢看抖音直播打发时间 当天她看到某抖音号正在直播 售卖翡翠手镯 主播一番言辞让她很动心 我当时在抖音上面看到刷到的时候呢 就是感觉这个东西 主播介绍挺好的 然后就买了这11个手镯 然后给家里面的人嘛 就是女儿啊姥姥啊 这些的亲戚买的 余女士一共花了14万4天多元 买下了11只手镯 两周后 她收到了商家寄来的包裹 满怀欣喜地拆开盒子 眼前的东西让她难以置信 愤怒的余女士 首先找到卖家的直播间 试图讨个说法 当时发现了以后呢 我们就去找到商家了 商家的话呢 就是觉得我可能太激动了 就直接把我拉黑进言了 与商家协商不成 余女士又向抖音平台客服投诉 要求退货并全额退款 现在抖音这边呢 给到我们的一个处理结果 是退90%的钱给到我 但是我是不能理解这10% 就是这些东西 她给我我也不会要的 我可以把这个东西给她发回去 但是我想要要回我那10% 无奈之下 云女士向警方和消费者协会 寻求帮助 目前警方和消息已经受理 正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之中 14了 结果买回来一堆不值钱的小配 是确实挺让人上火的 可不直播蛋货主播的介绍 那都挺有煽动性的 尤其是在价格这块 总是让你觉得特别的划算 就特别的容易陷入到 那个情境当中 那接下来呢 就是买买买下单 刚才呢 那位女子的经历就非常的典型了 是 所以说怎么来监管网络上的直播购物 怎么来保障这块市场的消费者的权益 还真是一门新的课题啊 刚才我们也提到说啊 今年的315的主题就是 守护安全畅通消费 特别期待今天晚上央视的315晚会 保护消费者权益 媒体的监督也应该是最常态 也最有效的方式之一 央视315晚会已经进入倒计时了 又有哪些消费领域的问题会引发关注呢 我们一口来期待一下 我们下期待